你却想怎么去做,可以试做看看 如果不行,没关系 我会告诉你,尽量给你一个方向 如果我自己暂时没有答案的话,没关系 可以帮你找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一定说马上就知道 但是有些都查得到 因为比如说官方的文件上面都有叙述 因为它东西太多了 不可能说什么东西我都把它记在脑袋里面 那没关系,你可以到它的官网上面去搜寻一下 找一下,就有答案 上面会告诉你说要怎么用 然后那个程式怎么写 你只要有基本的素养 那你就大概看了懂 放在你,你也比较知道放哪里 比如说像我刚刚乱拆 那我可以怎么样 你拆了几次才答对的 那比如说我可以怎么样 一样嘛,那后来我先上面加个C等于0 OK 然后它拆几次才对 那我可以什么 每当这个什么呢 当这个画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记得哦 一定要写在哪里呢 记得一定要写在这个阶层 哪个阶层呢 一定要是这个阶层的位置 这个阶层哦 你不要把它写在下一阶哦 这个叫一阶 有没有 这个又一阶 你不能写在这里下 这里下变成L10才会加1哦 记得哦,一定要写在哪里 写在它的前面这一阶 阶层呢,我前面讲过哦 阶层在python也是层次的一部分哦 你不要写错位置的话呢 执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哦 可以可能注意一下哦 所以呢,记得哦 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c等于 c加1 ok哦 那加了1之后的话呢 反正每跑一次就加一次 跑一次就加一次 所以呢,假如说哦 他可能不是猜一次就答对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这个地方哦 正确答案 然后呢,他怎么样 后面的话,你可以怎么 你猜了几次之类哦 总 这个怎么 你猜 好,假设好,这边 几次好,冒号了 这样子 比较简单 后面的话,加一个逗点 逗点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你就是加一个c就可以了 哦 不过哦 如果你这边假设了哦 程式如果放这边的话 它等于d 啊 c等于 0的话 那 他出来是你猜了0次 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了 如果你把程式写在这个位置的话 记得要把初始值改多少 就改1吧 因为反正第一次你猜了一次嘛哦 那如果他假如说第二次的话 哎,他就c等于c加1 重回去变第二次 所以第二次的话那边 哎,总共 答对了 那边猜第二 呃,总共猜两 应该理论上这样应该OK了 也就是我们可以藉由一个变数哦 可以让 使用者得知说他总共猜了次数 OK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 哎,怎么又是12月 哦 这边把它停 因为他还在跑 把它停掉 如果说呢 假如你还在无穷回圈有没有 那特别水哦 你可以把它停掉 不然的话 他一定跑不出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无穷回圈 停掉的话哦 你会一定是画一帽号嘛 画一帽号就无穷回圈 那如果你要让他停止的话 强制停止哦 好,你可以找到这个 哦 spy的上面有一个叫停止的按键 好,让他停掉 否则的话他会一直一直让你继续回答 回答到对为止 OK哦 好,那这边执行一下 所以这边执行 哎,问题为 哎,这是几月 好,假设老我假如乱猜 2月 答错了 3月 好,1月好,答对了哦 哎,那应该是正确 答案 你猜了 3次,对没错 1 2 3 OK哦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再加一个C 就可以 最后把那个算的次数 把它累加起来 哦 大概是这样哦 通过一个变数哦 帮我完成 这个累加的动作 OK哦 那这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顺便讲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其他还有像 剪刀、石头、布啦 这个我想也差不多哦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写一个 剪刀、石头、布的一个游戏好了 那这个游戏的话是这样哦 就是呢 我们一样哦 把这个我先弄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就是 写一个剪刀、石头、布游戏 但是我想说 剪刀、石头、布如果说我用打字的 那很麻烦 所以干脆啊 我就用1、2、3、4来代替 1的话是剪刀 2的话是石头 3是布 4的话就离开 那如果5的话没有这个数字 OK 所以我这边还有考虑到一点 就是防呆的机制 什么叫防呆 就是说他输入不是1、2、3、4以外的数字的话 那当然呢就跟他讲说你输入错误 不能输入这些数字 OK哦 所以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一下哦 哎 输入那个剪刀 1、2、3、4代表是什么 剪刀、石头、布 然后4的话是结束 可是如果输入5的话 Enter 哎 输入错误有没有 所以我这边多一个啦 当然呢 你如果不做这个动作 他变成就出错了 OK 所以哦 逻辑部分的判断哦 你可以再加一些防止程式错误的这种机制 OK哦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输入什么 剪刀、石头、布 那我输入剪刀 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哦 电脑里面哦 他会乱数去抓 所以呢 1、2、3 随便抓一个 然后呢 再去比较一下 所以如果1、2、3 随便比较 所以他乱数抓嘛 那如果我今天输出剪刀的话 然后呢 他如果也是1 那就平手 有没有 如果是他是2的话 那是10的话就赢了 那如果输布的话 那就变我赢了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的方式在玩 只是说啦 当然以后 同学可能会问说 那是不是可以 将来可以把它变那种图形化 可以啊 就是加个图 只是说把它对应关系做好就OK了 所以1 哎 电脑出了布 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时候乱数得到的是 1、2、3 得到3 那3的话是布 所以我赢了 然后呢 再来 哎 所以还可以继续玩 哦 那我再出石头好了 所以我赢一次哦 然后出石头 哎 他也变石头 所以他乱数变成2 他平手 OK哦 那我出布好了 enter 他出石头 所以呢 我又赢了 所以我是三战 两胜 一平手 OK 不过啦 我这边没写哦 到底我赢几次 然后我平手几次 我输几次 所以这个地方哦 可能你还是需要自己去写一个 到底输赢的这个啦 这个没写 那请不过自己有时间的话哦 自己再把它改写一下 那这个其实会很好玩 有没有 甚至如果你这样要写成那个手机的APP也是一样啊 手机的APP是改写 也就是说要加一些东西上去而已啦 那换个平台 逻辑一模一样 OK哦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啦 程式虽然看 看起来就是在这边run 那如果你要换个地方啦 其实只要换个平台 比如说你去把这东西写在那个 开发手机APP的那个程式里面 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就可以放在手机APP可以run OK 还是可以改写的哦 那基本上逻辑都一样 也就是任何语言哦 背后都一定会有固定这些东西 方案回圈跟逻辑判断 还有变数 OK哦 所以哦 这程式怎么写 最后把它结束了 4 4的话呢 就break enter 好就退出了 OK哦 那这个的话呢 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最早我本来想说这要怎么写 我想了很久了 而且我写了很多很多的版本 那这个这个部分最早是 在那个Java的时候 大概十几年前教Java 因为十几年前大家都学Java 十几年后都没有人学了 OK 现在都学Python了 你要叫人家学Java 没有人要学 OK哦 只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 可能在过个十年之后 会不会Python又变成跟Java一样的下场 可能哦 对不对 不过呢 我也是把Java 早期是在Java写的 只是把它搬到Python 可不可以 OK没问题啊 所以以后不管将来换什么语言啦 反正总会需要有类似的应用 只是换个方法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有哪一些重点 OK 第一个哦 首先的话呢 一样哦 我们会需要一个乱数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需要一个乱数的话 那你就要选 你就要想到一个random 对 一样嘛 对哦 第二的话呢 我需要剪刀、石头、布 那剪刀、石头、布的话 刚好它的这个位置哦 刚好也是1、2、3 那我不要避开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串略最麻烦 那Java以前叫正列啦 反正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啦 那都是从0开始 我觉得这个对一般的那个 一般来说是很麻烦 每次那个交到这一部分哦 这很头痛 同学都卡住了 然后每个人都脑袋都一直在转转转转 转到很痛苦的表情 后来我说你干脆避开好了 马上每个人的表情就变得比较正常了 OK 所以我觉得啦 后来这方法我觉得很OK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管0嘛 对不对哦 不要管0就好了 这方法没什么没什么问题 没有 应该也没什么不良的地方 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哦 我是参考什么呢 参考Essale而来的 我看Essale为什么大家爱用 因为Essale它绝对不会从 第0列开始 它一定从第1列开始吧 对哦 如果你从第0列开始 一定没有人要用这东西 这什么鬼东西啊 什么第0列是什么 对哦 所以 所以 其实 有的时候 在写程式的时候 有 你也许可以再想想看 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那个程式 让人家易于了解 这一点 其实也蛮重要的 不是说那个程式 写的好像越 那个 感觉很艰深 这样很厉害 没有 我觉得反而写越简单越好 我的想法是这样 以前早期不是这样想 慢慢发现 其实 好像这样写 比较OK 第一个也不要让自己去 自己很痛苦吧 OK 那别人看的也觉得蛮舒服的 那再来的话呢 所以 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乱数 然后帮我产生呢 这个乱数是 123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Renum Range 然后从1.123 所以123到4就停下来了 OK 所以我们就是 换一冒号 然后让它去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的话 变数名称1就S好了 然后Renum Range 就1到1到4就123 再来的话请使用者输入 输入的话呢 我刚刚写那一段 1234 OK 然后 顶多我是写了一个 这个 防呆机制 如果M M是它输入的值 小于1 或者是大于4 那都不是应该要的数字 那我就说Print 这个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OK 它就跳回来又继续输入了 OK 它就知道说不能乱输入 那底下的话呢 就会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它输入4 那4就什么 退出了嘛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Print 游戏退出中 然后Break 就退出了 所以 第一个是防呆 第二个是退出 那后面还有三种 因为不就是什么 假设我出剪刀 那它可能会出剪刀、石头、布 一种是平手 平手最简单 如果两边是相等的 数字一样嘛 OK 所以你会发现 平手的话我就先写 为什么平手 M跟S相等的话 那就平手 就不用 OK 比较麻烦的是说 哪一种情况是我赢了 哪一种情况是我输了 就在底下的 那我赢的话呢 比如说我出剪刀的话 那我赢一定是它出布嘛 对 所以哦 那 所以我把 总共只会有三种情况 我赢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当我M M是我出 我出石头的时候 它刚好什么呢 刚好出的是 剪刀嘛对 OK OK 还有呢 我如果M M是我出嘛 我出剪刀的话 它刚好出布 或者是我出布 它出石头 所以总共会有三种 中间加偶尔就可以了 或 有没有 或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 那就把它刮虎起来 OK 所以呢 只要其中一种出现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 电脑出了什么 我把它出了 那最后你赢的 表示说是我赢的 OK 那反之的话就颠倒 要是一幅 就把 刚刚的上面这种情况 甚至我把上面的层次复制贴过来 把它颠倒一下 变成什么 我假如出石头的话 那它出布 它赢了 对不对 或者是说呢 假如我出剪刀 剪刀的话 那它出石头就饿嘛 OK 然后我如果出布 它出剪刀 所以总共一样只有三种 就把它列出来 中间叫偶尔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就是print 电脑出什么 你输了 OK 程式 就写完了 OK 其实这个我是改版再改版 改了很多版之后 最后 这是final的版本 因为已经可能 可能 可以 不需要 应该 够简 也没有到千锤百炼 那如果你假如想更简单的写法 或者说更精简的写法 没关系 或者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写 没关系 想想看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的书里面也有写类似的程式 只是写的好复杂 后来我就把它改写再改写 想了很多种方法 最后发现这个方法应该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练习看看 这个程式的部分 是放在云端的第24页地方 是这个剪刀石头部 精简过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样 试试看 逻辑都差不多了 反正今天 就是多讲了一个所谓的串列 那串列的位置 一定是从零开始 我们一般都避开 然后再多一个就乱数 乱数 然后抓哪个位置 最后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所以其实 假如你将来 要写类似的游戏 或者是说 什么 抽奖 甚至 那个 什么 那个年终 或者是春久 你要抽奖 其实也有很多 其实你可以写个程式来抽奖 乱数跑一个数字 OK 那或者是说 你要像线上考试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有个题库 那从题库里面乱数抓 抓几题出来 然后让它考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实线上考试有时候 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来撰写这个考试的程式 那其实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真的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剪刀舌布 大概会有这些题目 那第三个单元下面还有其他题目 我就给各位当练习题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接着继续再来看那个 我们的证照考试题 其实比较难的 已经都讲的差不多了 再来就要回到第一类 第一类比较简单 第一类的话呢 实际上就格式化而已 这等于是 我们回到前面讲过的类似的东西 然后把它带到那个 证照考试题目 然后请各位 如果把这个剪刀舌布的题目练习一下 稍微看一下程式 然后回去尽量 可以的话 自己再想想看程式怎么写 最好的是这样 会run之后 delete掉 重写 对 如果可以写得出来 表示应该是学会了 所以像那个 其实真的会 蛮辛苦的啦 所以有时候像那个 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都是直接给学生 就是说 完全没东西 请你把它写出来 那我后来发现 就这样来写 很多同学生 很容易被荡掉 因为只要一个地方 没有写出来 他就 这是程式无法执行的 OK 试试看